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谈 要谈复活的重要 尤其是复活的意义 复活有什么含义 复活对我们乃至对全宇宙有什么含义 神让耶稣从死里复活有什么用意 首先我要说 我相信耶稣从坟墓中复活以后 他的身体已经不是被埋进坟墓的那个身体 而是一个新造的身体 他旧的身体已经完全消失了 神可以无中生有 也可以把有变无 所以果实布才会维持原状 耶稣不必像拉撒路那样 把果实布拆掉 但是新的身体 和旧的身体 有一些相似之处 仍然有钉痕 仍然有耶稣的面容特征 仍然认得出来 但是身体是新的 是真实的身体 看得见摸得着 但是有这种新身体的人 可以随着他自己的意思 把自己变成隐形 无形 我相信 新的身体 有这种特征 是因为我相信 复活是全新创造的起点 旧有宇宙 首先 变新的部分 就是耶稣的身体 这是全新创造的起点 我认为意义就在此 我再来解释一下 我说 我相信 神在去黑的墓穴中 为他儿子造了一个新的身体 这个新的身体 不会朽坏 可以活到永远 不会像旧的身体那样老化 这是一个新的身体 我要问你一个 你大概从来都没有问过自己的问题 我读圣经的时候 时常会问很多问题 我的好奇心很重 好像长不大的孩子 就像小孩子老是问 爸爸 为什么 怎么做 什么时候 在哪里 小孩子有满肚子的问题 他们从问问题来学习 我在这方面也像小孩子 喜欢问问题 对于复活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 耶稣复活之后 穿的衣服 是从哪里来的 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你知道 他把果实布留在墓穴 他复活之后现身 是赤身露体吗 我想应该不是 因为最先看见他的是几名妇人 我想耶稣不会赤身 向他们显现吧 那 耶稣身上的衣服 是从哪里来的 难道他找到了一家服饰店 可以买衣服吗 还是有人同情他 赤身露体 赶快回家 拿衣服来给他穿呢 他的衣服从哪来的 你们都相信 他复活后现身的时候 身上穿着衣服 那他的衣服从哪来的 知道的人请举手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就四个 只有四个人知道 答案是 他从哪里得到新身体 就从哪里得到新衣服 全能的神给他衣服 就像给他新身体 一样容易 不是吗 他是全新的创造 新的身体 穿上新的衣服 他是全新的创造 各位 我再提一个问题 我们来进一步想一想 你有没有想到 复活节 其实是 创造第二周的第一天 创造的第一周 神先造天地 最后才造人 在新的创造里 神先造新的人 再造新天新地 创造顺序是反过来的 旧创造 变为新创造的第一步 就是神儿子的身体 所以才会发生 在一周的第一天 不是安息日 不是圣日 而是一周中的 第一个工作日 耶稣复活那天 大家都回去工作了 这正是神叫耶稣 从死里复活的原因 神要重新开工 全新创造的起点 是神的儿子 各位 我这么说 不知道你们 可以明白吗 我们是活在 创造的第八天 神在六天内 创造世界 不管当时的一天 是多长 但是第七天 可是漫长的一天 持续了很多世纪 几千年间 神没有再创造新物 如同传道书所说 日光之下 无新事 到了新约圣经 一直在讲 新这个字 讲新的创造 旧的创造过去了 如今神又重新动工 进行新的创造 就在第一个礼拜天 耶稣复活 神又重新开工 所以基督徒不在礼拜六 敬拜神 因为犹太人在安息日 就是礼拜六敬拜神 是为了纪念 神在第七天 歇了一切的功 这是犹太人 休息的日子 并不是基督徒 休息的日子 反而是最忙的日子 因为我们不是庆祝 神完成旧的创造之后 歇功 而是在庆祝 神再度开工 开始新的创造 这是复活的重大意义 是新世界的开始 神全新创造的第一部分 就是耶稣的新身体 我说过 我们的新身体 会像他荣耀的新身体 不是不朽坏的灵魂 困在会朽坏的身体里 那是希腊人的观点 希伯来人的观点是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的 这必朽坏的灵魂 必须穿上不朽坏的身体 跟希腊的观点正好相反 当我们穿上了不朽坏的身体 这个时候 死亡就会被得胜吞灭 死亡会失去他的毒钩 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要仔细 因为我们受的是希腊式教育 被灌输了希腊观点 整个教育体制都是希腊观点 所以我们以为是不朽坏的灵魂 困在必朽坏的身体内 但是神要把必朽坏的灵魂 放在不朽坏的身体 将来必会如此 所以基督徒不会说 我相信灵魂不朽坏 而是说 我相信身体会复活 这里的复活 是指重新创造 各位 了解吗 这是复活的重大含义 含义是全新创造的开端 这个全新的创造 会持续到整个宇宙死而复活 变成新天新地 耶稣的复活 是整个全新宇宙的开端 创造旧宇宙的神 又开始工作了 所以我们是庆祝犹太州的 第一个工作日 礼拜天 各位 我们在礼拜天崇拜 因为这是耶稣复活的日子 基督徒从一开始 就是在礼拜天一早崇拜 因为神是在那天 再度展开创造的工作 而且这次是全新的创造 不过复活还有更多的含义 我们再回去看看耶稣受审 耶稣夜间接受犹太人审问 被判有罪 犯了亵渎罪 耶稣白天在罗马人 比拉多的面前受审 他被控犯了叛国罪 我们知道 耶稣并没有犯这两种罪 他确实自称是神 但是他说的是实话 这不是亵渎 他也是犹太人的王 但这不是叛国 这是事实 所以说 借着耶稣的复活 首先就推翻了人的判决 上帝说 你们错了 我的儿子是无辜的 保罗说 神借着复活来宣告 耶稣是他的儿子 他在罗马书开头这样说 神说 你们错了 不该判我的儿子有罪 他没有犯这些罪 我让他从死里复活 来宣告他无罪 各位 从耶稣复活的那一刻开始 使徒 门徒 还有基督徒 都深信 耶稣确实是神的儿子 耶稣证明了这一点 耶稣他所说的一切 都是真的 神推翻了人的判决 好叫我们知道 谁对谁错 人是错的 耶稣才对 耶稣说的 才是实话 亚纳 盖亚法 比拉多 西律 和其他人都说话 神推翻人的判决 证明耶稣 是他的儿子 但是你可能要问 神为什么不早一点 推翻这个判决 他为什么不拦阻人 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神为什么不阻止呢 神为什么不介入 任由群众来嘲笑耶稣 当耶稣呐喊 以罗伊 以罗伊 拉玛萨巴格达尼 我的神 我的神 你为何离弃我 群众嘲笑说 他在呼叫神呢 看看神会不会来救他 看看神会不会推翻这个判决 但是神没有阻止 他让耶稣受死 被埋葬 三天之后 才叫他从死里复活 神为什么不在耶稣 遭处决之前 就推翻判决 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 各位 我谈耶稣受死的时候 曾经说过为什么 因为神要耶稣受罚受死 神安排了十字架 所以复活表示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作为 如今已被神悦纳 耶稣不但得以申冤 他的工作也蒙神悦纳 复活证明了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 已经蒙神悦纳 成为世人的赎罪计 一切安排都恰到好处 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 就在耶稣接受刑罚 上十架遭到处决之后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推翻了判决 但是耶稣为我们的罪 受了刑罚 按经上所说的 为我们死了 所以复活是不是意义重大呢 有些基督徒以为 复活的意义 只是表示我们死后会复活 其实不止这样 复活是整个新宇宙的开端 神展开的功 他必定完成 但是这次的顺序 会和第一周创造的顺序相反 希望你下次在礼拜天 崇拜的时候会记得这些 然后说 哈利路亚 神重新开功了 他又开始忙 开始创造了 而我是他全新创造的一部分 这是不是很让人兴奋 你们可以轻声说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各位 别因为我这样讲你们才说 要因为你们真的想说 我不喜欢有些人 把哈利路亚当作口头禅 我知道那是他们的口头禅 不是因为我说了什么 对不起啊 我好像在逼你们说一样 我已经重复说了好几遍了 你们还是没喊哈利路亚 我说你们现在已经是全新创造的一部分了 哈利路亚 以上讲到复活的几种含义 复活的重要性 因为以上的这些缘故 复活可以说是我们信仰的基础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才会说 基督若没有复活 基督若没有复活 保罗他说出了后果 如果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 我们就仍活在罪中 如果基督没有复活 十字架就不能为你做什么 这是保罗的意思 基督若没有复活 我们就仍然活在罪中 什么也没有改变 十字架没有任何作用 耶稣若仍然在墓中 就枉死一场了 很多人都明白 复活对基督教的信仰有多重要 如果没有复活 一切都免谈 教会必须关闭 我们必须向世人坦诚 自己相信的是谎言 我们上当了 我们受骗了 如果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 那基督教就得关门了 各位 有很多人说 基督有没有复活并不重要 他是完美的老师 只要我们遵从他的教导 世界就会变得更好 更快乐 好比印度的甘地就是这样 甘地是印度的伟人 他带领印度脱离了英国殖民政府的掌控 你们看过电影甘地吗 很棒的一部电影 真实地描写了甘地的一生 甘地相信耶稣的教导 所以他想要照着去做 尤其是不用暴力抵抗的教导 这是甘地一生的目标 甘地把这个归功给一位宣教士 名叫做史丹利琼斯 他从这位宣教士学到了耶稣的教导 可是他只学到这一点 却没有学到耶稣仍然活着 但是他说 只要我们能够活出登山保训的教导 那印度就能够自由 于是他根据登山保训 从事他的政治运动 结果奏效了 那么还有一位俄国人托尔斯泰呢 他也相信耶稣是个老师 认为耶稣是教导道德观最好的老师 所以他把耶稣的教导 用在他的俄国小说上 英国也有很多人像这样 想要活出基督教的道德观 他们相信耶稣的教导很棒 就想要遵行 但是这样有一个问题 因为没有人能够真正地做到 登山保训所教导的话 对于人性来说 这个标准太高了 我们可以承认 如果能够做到 世界会更好 但是要大家都做到 却是不可能 因为没有人能够做得到 耶稣说 内心的罪恶 大过外在的罪行 这等于是定了人人的罪 他说 杀人是罪 但是你如果希望别人死 或者骂别人笨蛋 就等于在心里杀了他 在耶稣的心中 轻视别人等于杀人 耶稣说 律法规定不可犯奸淫 但只要你动了淫念 心里想和别的女人上床 就等于犯奸淫 他说 一个人内心的邪恶 和外在的恶行一样坏 这就是登山保训的重点 他叫你要爱敌人 要为他们祷告 真的很难做到 他也叫你祷告的时候 还有奉献和进食的时候 都要在暗中进行 不要在众目睽睽之下 做这些事 他说 左手做的事 不要让右手知道 我读登山保训教导的时候 心里觉得很羞愧 你会发现自己是罪人 即使你没有犯下罪行 读登山保训会发现 自己是罪人 问题是我们做不到 没有复活 那些教导都没有用 都浪费了 这是保罗在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意思 所以 人才会 很不愿意 接受复活的事实 即使可以提出 很多有利的证据 但是人 还是不愿意 接受复活的事实 许多理性的人 提出很多理论 要证明 耶稣 没有复活 比方 有人说 耶稣的尸体 从墓穴中 被偷走 墓穴明明被石头封住了 而且 还有兵丁把手 但是 他们却说 有人偷走了 还有人说 复活主日当天 那些妇人 找错了墓穴 大家都看见 耶稣被埋在那里 那里也只有一座墓穴 怎么可能找错墓穴呢 那里又不是墓园 有很多坟墓 只有一座 私人的墓穴而已 但是 很多人 还是相信这个说法 还有人说 见到耶稣 复活的人 只是看见幻影而已 那些人 只是以为 自己看见 复活的耶稣 可是事实上 耶稣吃了门徒的晚饭 还为他们煮了早餐 我想 幻影可不会为我们做饭 也不会吃饭才对吧 还有人说 耶稣在十字架上 只是昏过去而已 后来在清凉的墓穴中 醒过来 可是 他被鞭打得奄奄一息 从最后晚餐之后 就没有再进食 三天之后 竟然可以复原 而且还能亲手 把墓穴的大石头 给推开 这些说法都太荒谬了 那些人为什么 急于证明 耶稣没有复活呢 我昨天已经说过了 现在再说一遍 他们的问题 不在心理上 而在道德上 他们不要耶稣活着 因为耶稣若是活着 他们就得向耶稣交代 他们就得改变生活方式 就得接受耶稣的教导 依靠圣灵而行 但是大家不想改变 所以不肯相信复活 因为这会深深地影响到他们 这也表示 耶稣的话都是真的 因为神已经替他平反了 各位 耶稣他曾经说过 人人都必须向我交代 我必审判万民 这表示在场的每一个人 和不在场的每一个人 将来有一天 都必要站在耶稣面前受审判 这表示 本丢比拉多将来有一天 必要站在耶稣的面前 这表示 希特勒将来有一天 必要站在耶稣的面前 海山和所有的人将来有一天 必要站在耶稣的面前 耶稣会决定人人永恒的归宿 这是他亲口说过的 复活证明耶稣没有错 他说的是真话 但是大家不愿意去想 自己必须要向耶稣交代 不愿意去想 将来有一天 耶稣要问他们 你的一生是怎么活的 但这是真的 往后的讲座里 我会再多谈这点 使徒信经最后还说 耶稣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 这个审判的主题 我们也会探讨 所以问题就在 大家不想要相信 活到了这把年纪 我很清楚 人不想相信的时候 就不会相信 如果他们决心不接受真理 那么他们就会想尽办法逃避 想尽办法逃避真理 有一些人眼中的大好人 拒绝相信耶稣复活 因为他们不想改变 问题就出在这里 但是我也曾经亲眼见到 十恶不赦的大坏蛋 因着遇见了复活的耶稣 生命彻底的更新改变了 他们和耶稣谈话 发现耶稣活着 我认为这是耶稣复活最大的证据 证明他仍然在动工 这一堂我们就讲到这里 之后的主题 我们要谈耶稣的升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